普京访问土耳其释放重大信号 为什么说阿尔多安会为普京送上一份投名状呢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实军 欢迎收看严实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释放重大信号 阿尔多安准备给普京送上一份投名状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访问土耳其的消息 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 作为俄乌冲突之后 普京首次出访北约成员国 外界都比较关注 这是否会给俄乌局势带来怎样的新变化 或者说北约是否会在私下与普京达成某种协议呢 不过我认为倒不必想得那么复杂 普京访问土耳其并不是什么突然的消息 在去年8月份 阿尔多安就邀请普京访问土耳其 不过很快就发生了普里格任 坠机事件 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 当时普京就没有去 现在普京与阿尔多安的见面 其实是迟到6月的见面 这么多的时间也足够额土双方 权衡各种利弊 讨论对自己有利的事 我认为阿尔多安这次依旧是主动邀请普京的 因为现在的土耳其有助于俄罗斯 我们知道在俄乌冲突中 土耳其扮演的角色一直很矛盾 经常美国与俄罗斯两边倒 而如果了解土耳其当前的困境 或许就能明白土耳其的政策为何如此多变 以及阿尔多安要找普京谈什么 今年2月份 土耳其发生了7.8级大地震 不仅摧毁了基建设施 也把本就脆弱的经济给震崩溃了 最正后土耳其年度物价通涨飙升超过50% 经济持续下滑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危机之下 保住粮食和能源就尤为重要 俄罗斯之所以能在西方制裁下保持经济监挺 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保住粮食和能源的正常供应 但是现在土耳其就不行了 去年7月俄罗斯退出黑海粮食协议 这意味着黑海的粮食贸易线一下子断了 而土耳其国内的粮食供应严重依赖这条航线 而能源方面更不用说 俄罗斯有直通土耳其的能源管道 尽管俄罗斯还没有什么动作 但土耳其相当害怕俄罗斯将管道给断了 况且最近土耳其还做了一件被刺俄罗斯的事 那就是同意瑞典加入北约 当然土耳其此举同样是出于无奈 前面提到土耳其经济面临崩溃 急需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救援 而这些机构又被美国所把持 因此土耳其对绿点入北约开绿灯 同样属于利益交换 但在这种情况下 埃尔多安就害怕俄罗斯为此更加拒绝开放黑海粮食航线 甚至掐断对土耳其的能源供应作为报复 以埃尔多安的形式作风 这次邀请普京前来 大概率也会为俄罗斯送上投名状 包括在后续处理俄乌事务上 又跳到俄罗斯这一边 一点普京心知肚明 因此他也愿意前往土耳其 看看埃尔多安能开出什么条件 其实我们过去评价土耳其的时候 经常说土耳其利用其战略位置的特殊性 将美俄玩弄于股掌之中 但实际上土耳其同样是在美俄博弈的这个大环境下走钢丝 很受制于美俄这两个大国 因此其反复无常 很多时候也是一种无奈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